杭州滨江区物联网街有个零跑汽车3S店 2020年6月份金女士在这买了一辆T03汽车 花了不到8万块钱 金女士说她在车上录入了人脸信息 当她在驾驶车辆时 打哈欠或者接打电话 车里会自动发出语音提醒 我现在张开嘴巴 她可能就会检测到 请勿疲劳驾驶 然后如果我可能接打电话的话 她也会提出我 请勿接打电话 买这个车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说明这是一个摄像头 当时就是因为我其实关注的 也并没有在这个方面 这个功能其实确实不是说 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功能 我就并没有很多的去关注它 金女士说她之前一直没有在意 前段时间朋友借用了她的车 后面聊起了车内摄像头的话题 她才意识到这个摄像头的存在 并且还关不掉 我没有办法对这个摄像头的开启关闭 进行控制 就是它的控制台上并没有这么一个按钮 我可以去对这个摄像头进行关闭 那个摄像头上面也没有一些 可以遮盖的东西 他们跟我说的是 你可以自己找张纸把它给盖住 就是他们曾经给出这样的说法 金女士说 车上控制面板只有两个内容 跟摄像头相关 一个是驾驶员录入面部信息 可以看到摄像头拍摄到驾驶位的画面 还有一个是疲劳驾驶功能 把这个功能关掉 摄像头仍在工作状态 车主不能控制车内摄像头的开关 他担心只要开车 车内的摄像头一直都在录制着 我之前有咨询过他们会不会上传 第一个跟我来解释的人是说 数据会保留至少一年上传到他们的数据库 但是后来就来了一个人 就换了一个说法了 说这些数据是不会上传的 上传的功夫会很大 所以我们不上传的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上传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因为我车内它其实是有一张四具卡的 然后摄像头的话 其实在联网的状态下 它是可以上传的 满足了它上传的那个条件 对于我来说 车内是一个封闭的隐私空间 我不知道你的拍摄画面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能选择我要不要拍 要不要上传 我觉得它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金女士说 它是三月末反映的相关问题 过去一个半月了 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 来到这家领跑赛斯店 工作人员表示领导在开会 等了一个多小时 一位店长和技术人员出面了 就是摄像头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人脸 它是匹配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人脸识别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疲劳驾驶 那这样两个功能的话 我们在车内是可以进行一个手动关闭的 就是这个功能关了 摄像头还是开着的 所以车主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摄像头 车主能够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 实际上这个关于到技术的方面的话 要不然我请我们的专业技术同事 也可以给各位老师解答一下 现在摄像头是上电后一直工作的 就是车主是没有办法选择开启或者关闭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摄像头是只检测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两个功能 它会录制吗 不会录制的 那如果不录制的话 也为什么还会跟车主说会存在本地呢 这个之前可能是 我不知道车主他得到这个消息是从哪里 获取到的 那这边也跟这个各位说清楚一下 就我们这个呢 就是之前可能是一些口误或理解上的一个错误 那就还是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为准就好了 金女士拿出聊天记录 一位赛斯店的工作人员 5月8号给他回复的内容是 第一 我们人脸识别的记录和检测到疲劳驾驶的记录 都是在本地 不会上传到云端 第二 解释口径就以当时工作人员解释错误导致误解 考虑用户满意度 急于免费保养一次 以上 金女士说 4S店一会说上传到他们的数据库 一会说只保留本地 现在又说不录制 如果不录制的话 那就不涉及视频上传或者保存本地的问题 而且对方回复的内容也像是复制粘贴 没来得及整理似的 就是可能是之前沟通上面表达方式不是很妥当 然后呢包括我们这块确实也给客户 有些人员收了一些不准确的信息 那也请客户放心 由我们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的解释为准 他是担心自己在车内的一些隐私被泄露 这个是不会的 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来去执行的 这块视频是不纯 只是做检测 不录制 不录制 我们是视频不录在本地 但是我们会把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它因为会有个特征值 它这个会存到本地 金女士说 领跑方面的解释变了好几次 已经让她失去信任 为了防止隐私被泄露 她之前提出过几个意见 一是增加功能 让车主可以自主控制摄像头 二是对摄像头加密 访问摄像头需要车主提供密码 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就是开摄像头 或者是观摄像头 这个功能能实现吗 是这样的 如果车主确实对这个摄像头 它有这种需求不需要的话 我觉得我们后期也会反馈给公司 看有什么途径 给客户进行一个妥善的解决 好吧 如果说他确实对这个摄像头 没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大概这个 比如说公司的反馈 是要多久可以给到顾客呢 这一块我们会积极配合的 金女士说 她会耐心等待恢复 她认为这是车主应该享有的权利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谢谢大家